暑假期间血库存量是明显不足 而有别于过往捐血 主办方会把经费运用在正品购买 12号在明里国小富社又元前的爱心捐血活动 是由国际福伦3490地区花莲美伦山福伦社 他们举办的 他们特别把活动经费10万元捐给了黎明机构 期盼可以让每一位捐血民众 在捐血之后还可以拿到黎明庇护工厂的烘焙礼盒 要号召更多人一起来捐血 前阵子台风轻台为北中南带来猛烈降雨 降低许多民众出门意愿 也连带印象血库存量 有别于往主办方会将经费运用在正品购买 号召民众响应捐血 12日上午在花莲市明里国小富社幼儿园前的爱心捐血活动 则是由国际福伦3490地区花莲美伦山福伦社 将活动经费10万元捐赠给花莲黎明机构 让捐血民众捐血后 能拿到黎明庇护工厂的爱心烘焙礼盒 以往我们捐血这件事情通常一笔预算下来 就是我们只做了一份爱心 那刚好呢这次刚好有一个机会跟黎明接触到 突然发现说其实我们可以有一样一笔善款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让两个单位呢都同时受贿 让我们的那个整个的效益最大化 而且我们这次呢还邀请了很多的协力厂商 那种共同赞助 就是只是让我们的活动可以更好 然后让黎明的小朋友呢 也因为藉由我们这次的捐血活动啊 得到更好更大的帮助 血液库存量呢就只剩下四天了 其中呢以A型O型跟AB型更低 只有三天多 那是非常低的 是急缺的状况了 那也很感谢我们在今天8月12号 有美轮山福人社结合了黎明部闭屋工厂来办理这个捐血活动 恳请我们的乡亲朋友们能够踊跃出来捐血 华林捐血站表示目前血库存量仅剩四天 A型O型及AB型都低于四天 只剩三天多的存量 黎明机构执行长梁桂花表示 华林地区企业资源相对缺乏 仍有企业愿意以一带血两份爱的方式帮助黎明机构 让身心障碍社福机构获得善款 稳定机构的照顾服务 结合捐血做公益 也呼吁更多民众把握暑假假期 走出家门晚数捐热血 接着蒋帮远华林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